欢迎大家收看热搜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总是感觉冷吗 这款加热毯可以让你在车里保持温暖 现在只需22美元 这款畅销的汽车小工具可以提高燃油效率 现在在亚马逊上仅售9美元 遮盖胸部和肚子的坠肉 这款蝙蝠袖毛衣现在只售33美元 折扣超过40% 一些吉尔伯特市议会成员不寻求连任 我们对他们的下一步行动有所了解 詹妮弗 安妮斯顿 朱利亚 罗伯茨和其他名人 都对这10种药店美容产品赞不绝口 而且他们在亚马逊上都不到20美元 请大家收看 总是感觉冷吗 这款加热毯可以让你在车里保持温暖 现在只需22美元 雅虎 目前Storward汽车电热毯正在促销 售价为22美元 原价为33美元 该毯子设计用于插入汽车仪表盘插座 在寒冷天气中提供温暖和舒适 它由厚重的绒毛制成 内置线圈约15分钟内就能加热 该毯子也可以作为普通毯子 在没有电源的情况下使用 Storward电热毯已经获得了6000多名亚马逊购物者的积极评价 用户赞扬它保持温暖的能力 以及在乘客之间解决温度分歧时的有用性 该毯子还推荐在房车和旅行拖车中使用 随着气温的下降 促销价格可能会上涨 所以现在是购买Storward汽车电热毯的好时机 这款畅销的汽车小工具可以提高燃油效率 现在在亚马逊上仅售9美元 Yahoo 亚马逊上有一款数字轮胎压力剂 仅售9美元 人价16美元 AstroAI数字轮胎压力剂轻巧便携 易于放在车内进行定期轮胎压力检查 保持适当的轮胎压力不仅可以确保安全 还可以提高燃油效率并节省金钱 该压力剂设计精确读数 并配有清晰的数字显示屏 在低光条件下 它还会亮起以便于阅读 该设备配有易于更换 且价格实惠的LR44电池 该压力剂获得了大量客户的积极评价 称赞其准确性和易用性 通过帮助保持正确的轮胎压力 该压力剂可以防止轮胎过早磨损 改善行驶质量 降低燃油成本并防止长期悬挂损坏 它还适用于检查摩托车和自行车轮胎 遮盖胸部和肚子的坠肉 这款蝙蝠袖毛衣现在只售33美元 折扣超过40% 雅虎 亚马逊目前以27美元的折扣价出售 Gabri蝙蝠袖毛衣 原价为60美元 这款毛衣设计适合所有尺码 有42种不同的颜色和图案可供选择 毛衣采用柔软和有弹性的材料制成 采用船领设计 优美地垂落在肩膀上 锥形袖子使其在外套下穿得更合身 非常适合冬季温度波动 该毛衣已经收到了近8000条五星评价 顾客们称赞它的合身和多功能性 一位评论者称这款毛衣遮盖了胸罩的卷边和肚子 可以搭配牛仔裤或裙子穿 另一位评论者称其柔软 舒适 有弹性 适合从秋天穿到春天 Gabri蝙蝠袖毛衣 是冬季衣橱中 经济实惠且时尚的选择 一些吉尔伯特市议会成员 不寻求连任 我们对他们的下一步行动有所了解 雅虎 两位吉尔伯特市议会成员 Kathy Tickey和Stort Anderson 将不会在8月份寻求连任 Anderson将不再寻求连任 而是将竞选市长席位 与Brigid Peterson市长竞争 Tickey将在任期结束后离开市议会 詹妮弗 安妮斯顿 朱利亚 罗伯茨和其他名人 都对这10种药店美容产品赞不绝口 而且他们在亚马逊上都不到20美元 雅虎 几类迷人透露了他们在亚马逊上 喜欢的经济实惠美容产品 德鲁 巴里摩尔使用 Garnier Skin Active Micellar Cleansing Eco Pads 9美元 而马莎 斯托尔特使用 Mario Betasco Facial Spray with Aloe Herbs and Rose Water 10美元 伊瓦 朗格利亚使用 Loreal Paris Skincare Revitalift Triple Power Anti-Aging Eye Cream 16美元 帕梅拉 Anderson使用第二 Huska Lip Balm 17美元 朱利亚 罗伯茨是 Volida Skin Food Original Ultra Rich Body Cream 18美元的粉丝 而萨尔玛 海耶克使用 Condell India Popper Go Cremar Di-Tapic Weedy 14美元 金 卡泰山使用 Ardel Body Drench Quick Tan Instant Soft Tener 了4美元 詹尼弗 安尼斯顿使用 Mario Betasco Drying Lotion for All Skin Tights 代行美元 奥利维亚 瓦尔德使用 CeraVe Hydrating Facial Cleanser 15美元 詹尼弗 加纳使用 Neutrogena Hydro Boost Face Moisturizer 15美元 这些经济实惠的产品 为消费者提供了尝试一些 他们喜爱的名人使用的美容产品的机会 在亚马逊上 只需10美元就能买到这个方便的工具 它能让铲血更轻松 减轻背部负担 Yahoo Bip EZ工具 手柄附件 是一种可以附着在产穴产 耙子 和其他圆异工具上的产品 它提供额外的杠杆作用 减少了蹲下的需求 并帮助预防背部劳损 该工具目前在亚马逊上 以10美元的价格销售 并获得了超过1800的积极评价 评论者赞扬 Bip EZ工具 手柄附件 在减轻背部劳损方面的有效性 使提起重物更容易 并预防了水泡和手部疼痛 该工具还可以用于其他用途 如园艺 扫地 和爬地 评论者还指出 该工具容易安装 手感舒适 另一个获得积极评价的工具是 FivePlus Power Grid T9抓取工具 它可以让用户在不弯腰 或伸手的情况下抓取物品 该工具目前在亚马逊上打五折 哎呀 用这些神奇的保湿袜子 治疗你的单裂脚跟 每双只需7美元 Yahoo Dear Frederick的原装保湿脚跟袜 在亚马逊上 以13美元的价格销售 每包含两双 这些袜子设计 用于帮助愈合干裂的脚跟 并注入了精油 和合巴油 橄榄油和维生素液 袜子还含有 Sulfast凝胶 可以滋润皮肤 并缓解疼痛 袜子适合敏感肌肤 透气性好 适合大多数人使用 它们可以在夜间使用 并且可以在洗衣机中轻松清洗 该产品已经收到了超过8000条满亿顾客的五星停价 亿万富翁投资者 大卫 特佩尔将其28%的投资组合 投资于三家杰出的人工智能增长股票中 雅虎 大卫 特佩尔 David Tapper 是亿万富翁投资者 也是对冲基金 Appleosa Management的创始人 他将自己28.2%的投资组合 投资在了三家人工智能 AI股票上 NVIDIA 亚马逊和微软 特佩尔对这些 AI股票的高度信心 清楚地表明 它们值得考虑 NVIDIA在图形芯片和数据中心 加速器方面 具有强大的市场份额 两者的市场份额 均达到95% 亚马逊是北美和西欧最大的在线市场 其云基础设施服务 Amazon Web Services 是云AI开发者服务的领导者 预计亚马逊将实现两位数的年销售增长 云售电子商务销售额每年将增长8% 持续到2030年 微软是企业软件和云计算领域的领导者 占据了软件及服务支出的 16%以上和云基础设施和平台服务支出的 23% 微软正在其云计算业务中 大力投资人工智能 包括GPT模型 这些模型为其生成是AI应用提供动力 多佛商会的1万美元大奖券 现在开始销售了 雅虎 大多佛商会第22届年度抽奖和拍卖活动的门票 现已开始销售 这个活动是商会一年中最大的筹款活动 将于2月13日星期二在多佛保龄球馆的 Philatomo赌场举行 最终将产生一位获得1万美元大奖的幸运 门票售价为50美元 共有300张 活动以狂欢节为主题 包括开胃菜 现金酒吧 无声拍卖 抽奖奖品 以及为所有参与者提供的游戏和娱乐活动 活动筹集的资金将用于支持社区活动 如苹果收获日 科切科艺术节 圣诞树节等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的观察员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新闻 首先 我们要介绍的是一款加热毯 这款毯子可以让你在车里保持温暖 现在只需22美元 这款毯子能够在寒冷的天气中提供舒适的温暖 并且可以作为普通毯子使用 它还获得了许多客户的好评 大家称赞它保持温暖的能力和解决温度分歧的功效 所以 现在是购买这款加热毯的好时机 接下来 我们要介绍一款汽车小工具 可以提高燃油效率 现在在亚马逊上仅售9美元 这款工具可以帮助你定期检查轮胎压力 保持适当的轮胎压力 不仅可以确保行车安全 还可以提高燃油效率并节省金钱 这款工具获得了很多客户的好评 大家称赞它的准确性和易用性 所以 如果你想提高汽车的燃油效率 这款工具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再来是一款蝙蝠袖毛衣 现在只售33美元 折扣超过40% 这款毛衣不仅时尚 而且还能遮盖胸部和肚子的坠肉 非常适合冬季的温度波动 它获得了近8000条五星评价 顾客们称赞它的合身和多功能性 所以 如果你想在冬天保持时尚又温暖 这款蝙蝠袖毛衣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另外 我们还要介绍一些经济实惠的美容产品 这些产品得到了一些名人的推荐 这些产品不仅价格实惠 而且还能让你尝试一些名人使用的美容产品 所以 如果你想尝试一些新的美容产品 这些产品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最后 我们要介绍一些方便的工具 可以让汗血更轻松 减轻背部负担 这些工具获得了许多客户的好评 大家称赞它们在减轻背部负担方面的有效性 所以 如果你想让汗血变得更轻松 这些工具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些新闻的深入分析告诉我们 现在有很多实用又经济实惠的产品 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舒适和方便 无论是保持温暖 提高燃油效率 还是尝试新的美容产品 我们都可以找到合适的选择 那么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对这些产品有什么看法 请在下方留言 让我们一起讨论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